你 你做什么 王爷已经给你无限的殊荣 难道平分秋色 你都容不下吗 我 王爷 奴婢什么都没有做 我不知道啊 没有做 那那个扇子怎么会断呢 王爷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才本王已经错信你一次了 你还想怎么样 在老三身边 怎么有你这种度负啊 老三 老三 儿臣在 你来处置 是 是 王爷 请您在小妹年少无知 又刚为贺家诞下血脉 就请我 不结束 本王才刚刚赏赐你 你就要失宠而骄吗 为臣不敢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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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天没来了 还是一点都没有变 谁说没变啊 上次姐姐来的时候 可是沉着个脸 可如今却是笑着 你这妮子 瞒得我们好苦 要不是夫人今晚看出来 还不知要怨你到什么时候 我也是冒险一试 没有把握的事情 怎么可能让你们跟着担心呢 况且沐海瑶这个人生性多疑 我要是连你们都瞒不住 怎么可能骗得了她 我要替惠儿 谢谢你 当初要不是碧切 告诉惠儿容囚的事情 惠儿或许就不会丧命朗月歌 我签下的债益 不必是要还的 对啊 惠儿的手镯 还给夫人 我签下的债益 公子 公子 今天又收了好多古董 都是低价 要不我拿来给您看看 卖了 都卖了 是是是 夫人不进去吗 听说姚夫人也败了 是 姚夫人真是运气差 这正是最得意的时候 你真的认为是运气 骆青莲 我的担心果然没有错 我让你找的人怎么样了 已经找到了 只等夫人亲自调教 很好 需要用到的日子 不会太远了 海瑶 海瑶 公子 要走了 吃的用的都带够了吗 有没有缺些什么 公子 海瑶以后 不能在公子身边侍赴 还希望公子可以 抱住身体 平安靠他 起来吧 海瑶 有心了 你放心 我会多加注意的 况且 吕先生 医术高超 日后有他在身边 更加不用担心 吕本义 你们都听好了 从今天起 吕先生就是我的幕僚 过去的事情 我不想再听到一个字 是 是 海瑶 时候也不早了 你有没有 什么要求 公子 我真的可以说吗 当然 除了公子之外 还要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刚出生的孩子 可怜他 这么小 就离开清凉了 所以恳请公子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希望我可以多回来 见见我的孩子 你放心 这孩子 会有新的娘来照顾 她不会受苦的 什么 还要你说过 孩子 不能没有娘 我决定 孩子 就有浅墨 来抚养长大 我决定 公子 公子 公子不可以啊 这个孩子 一定要让我来扶养 她不可以离开我 公子 海瑶 海瑶 公子 你放心 我们会善待她的 好好抚养 盼她日后 能像你爹一样这么优秀 谢谢公子 谢谢公子 我 爱你 我 你 是 不是 我 我 他们 想干什么 让开 公子 让开 公子 李伟一 这一剑刺下去 我就放你远走高飞 刺不下去 我和骆青莲的一切 你从此无权批判 我和骆青莲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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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骆青莲的一切